我到武夷山跟龙泉去找见 对 在福州啊 福州还蛮热闹的吧 福州的省会城市 哦是啊 固定就是福州跟厦门 我们这边的飞机是指到厦门吧 福州也有 但是会比较少 哦是啊 福州跟厦门都一样 厦门比较多 哦好好好 相对来说厦门比福州会更出名 更什么 更加出名 哦对对对 虽然福州是省会城市 但是厦门基本上省外的人都只知道厦门不是福州 哦 那交通是要辐射到别的地方去是 是哪比较方便 现在交通其实现在都很方便 哦哦哦那个高铁嗯嗯哦哦哦哦哦大陆那边高铁度非常发达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很好 好 所以你专程到到到台湾来看病啊 可以这么可以这么 是啊 但是其实我就是在我在香港那边也找到了这个那一个体系的学生哦哦然后我这次就是当我提前就费了好大的工夫现在办那个签证嘛哦哦哦哦哦哦现在签证出来了我就过来看哦哦顺便也过来办法一下哦哦哦哦哦哦哦我之前就是我 我有四五年的时间就一直停留在这个位置上哦哦是吗然后这四五年我就是可以说就是在学医解决自己的身体问题哦哦哦哦哦哦然后后来就是可以说这四五年就是走了弯路 你这个因因因是什么到目前来说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但是他们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就是在调整我的国术啊嗯嗯嗯他们那些医生也都是非常认可说也认为国术才是治疗这个的根本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的那些手法 但是也能够一定程度的去非常认可说但是如果最后说你想维持维持真正的维持住那个效果 嗯嗯我我我我跟你讲一个基本的方方方方方法好吗好比方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坐着脚稍微往后一点你去练习把这个髋关节啊把这个大腿啊从这边啊收到骨骨骨盆里去 把这个腿抽到骨骨盆里去用用大腿内内侧的力行吗行吗行吗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当你抽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这边有一个力量起来了有体会吗你要增加这个力量让这个力量它会把你的脊椎推起来一直到头头头顶去有体会到吗好增加这个力 这个力量这个力量会帮助你把你的脊椎立起来好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力量 我们的关节里面一定要有力量过这个关节才稳定 要不懂你你去增加这个你越增加这个力量你的身体就往上它越直它越直然后周围的肌肉通通松掉 然后这个力量它是会从中央你再够的话这个力量会从中央往 往两边滞 往两边辞 扩过扩测 有体会啊讓这个力量走让这个力量增加力量这个力量会帮助我们 把骨骼打开 把那个经脉全部 舒展开 维持住它 你常常要有这样的 你站那一坐就是 这个力量 腿一收 腿一收 一点点力就好了 你慢慢用一点点力 然后这个力量就起来了 然后再收 维持到这个 维持到这个力量 让这个力量走 让这个力量循着你的骨 循着你的筋 走 分布到全身去 用这个力量 把你自己的结构 把它整理开 要吗 这个往你收的时候 内侧会感觉 对对对 它是往你抽 腿后大筋 腿后大筋没有那么多 我只要这个 其实是用什么 其实就是用这边 髋关节里面 我刚才讲的 里面的力量 因为我不要你用到这里 因为你用到外侧的力量 这个腿就开了 你用内侧的力量 它是向你收 往中央收 收的 这个力量是往中央收的 要不懂 有体会吧 所以我们国术 都是用内侧的力量 都是用内侧的力量 当你的肢体内侧用力的时候 你的力量是往中央收 收拢的 然后这边 你起来的还不够 你起来够的话 这边它不会弯 你不要用力挺 你用这个力量起来 让这个力量去贯穿你的脊椎 帮助你让你的脊起起来 箭椎稍微往下带 带一点 所以你先要你起来以后 从会音的地方过来 它会从这个 从箭椎这边 有一个力量上来 你现在这个力还没上够 你慢慢增加 慢慢的 你先汇用到跨了 汇用到跨了 跨了这个力量以后 慢慢增加这个力量 它从这边推上来 推上来以后 你这边自然会直了 你现在还没有直 这个力量往内收的时候 汇音会有一些自然的往上起 对 你的臀部好像会离 会离开椅 离开椅子一点 就臀部的压力 往下的压力 没有那么大 这是一个人往上的力量 你再好做 你把腿再收紧 你的腿的距离 收一点 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 你会更好做 有体会吗 你就去练习 增加这个力量 你要很明确的 这个力量透过你的 肩椎 透过腰椎 透过胸椎 这个力量把你的脊椎 撑起来 一直到头顶 练出来 练出来这个力量 你这个力量 坐着会练出来以后 你站着 一样的 这边一收 这边力量 这边力量 一提 力量就起来了 起起来了 要不动 稍微往内 用里面这个力量 一抽 腰会有拉开的感觉 对 这就是我们对抗 地心引力的一个力量 所以你不能让身体这样子 不能让身体这样子 这样就垮了 没有力量了 所以他们帮你做了以后 调整以后 你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的时候 你一走动 又垮了 要不懂 你自己一定要有这个力量 人家帮你调整了 你用这个力量 维持到那个正 你只练这个就好 谢谢 好 关节的正位 对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刚才让你说 就是落下去的时候 对 那个骨盆不要前后前 对 但是我们现在 大部分就是目前 它骨盆已经往前跑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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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说的不能动 首先它是中正的情况 它先要正嘛 然后再下去再去不要动 对 对 所以关节先要找正正位 任何一个关节 先要找正正位 比方我们常常手伸 手伸出来 是不是 变成这样子了 这样就没有在正位 所谓的正位 它除了一个相对位置之外 还有那个力量的正 你的手伸出来正的 它自然是这样子的 它自然是这样的 它不会变成这样子 或者这样 这样子 它不会成为这样子 力量出去透过关节 它自然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要找这个位置 全身都要找这个位置 找到放松的那个 找到正的那个位置 然后练习 把每一个关节 当然这要很仔细 把每一个关节撑开 你自己把每一个关节撑开 每一个关节撑开 它的筋就被拉起来了 筋被拉起来 筋顺了 筋顺了 附着在跟着它的血管 神经啊 那些软的组织 都被拉起来了 气血就顺了 所以骨骼结构是第一个 对 那你这个要能够主动地做 因为别人帮你做 别人帮你做 你里面没有一个贯通的力量 我们必须里面 自己有一个贯通的力量 你才能够维持到 这个结构的正确 你能够维持到 知道吗 好 好好 好好 大概 好好 好